北京柯华已经宣布拥有阿斯麦的光刻机了 而且已量产半导体光刻胶了 9月22号北京柯华已经明确表示自己拥有阿斯麦的光刻机 而且已经量产了半导体光刻胶 而且它的半导体光刻胶也已经进入下游头部客户了 说明日本的光刻胶技术垄断 现在已经被打破了 美国国内的鹰派阿奎利诺 包括伊万纽尔美国驻日本大使 现在连续的这些反华的鹰派遭到美国的清算 我觉得绝不简单 咱们说其实结合现在中美金融战 中国应该是立于不败了 也就是说这个华为手机Mite60 Pro出现 意味着中国可能和美国已经立于平等 这个时候美国人动手对反华强硬派动手 现在看伊万纽尔 现在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尔 他现在已经接到了 这是日本媒体说的 接到了美国白宫官员 已经联系上他了 意思是什么呢 要求他停止发表反华言论 就是白宫原话与白宫当前路线不符 拜登联大讲话的时候已经说了 美国已经做好与中国共同解决问题准备了 美方希望负责任的管理两国竞争 避免陷入冲突 这话再也明白不过 就是你们这些反华的这些前应派 现在看都必须要够老实 不老实的就直接撞 目前看华为MAT60 现在也就是大半个月了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 华为现在7纳米以下制程的自主可控 现在看华为MAT60已经成功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半导体产业链 全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了 那也就是说从战略角度来看 这就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战略 科技竞争 科技战已经失败了 那未来中美博弈中 中国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人当然明白 自己未来必须要与中国平一平坐 显然是这个 大家是没有注意到中美现在的金融战 只有咱们在注意 这里边金融战 咱们和华为MAT60 Pro上市 其实有关系 咱们说这个 现在问GM7 也搭载华为高阶的智能驾驶 2.0 现在华为一系列突破 不仅是科技战的拐点 也是极有可能是金融战的一个拐点 所以现在看到美国已经在清理这些反华了 反华势力 其实非常简单 有对等 对于中美金融战 关注金融市场 尤其是很多人 现在非常明显 就是美国眼下正在疯狂做空中国 不仅在正面战场做空人币 挑唆外资撤离 推动柴链转移 舆论上美国更是利用自己的舆论霸权 疯狂的唱空中国 甚至连拜登都不顾体面亲自下场 对吧 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中美金融战进入到关键环节了 就是美国要通过疯狂加息 收割全球 用全球的韭菜来填自家的窟窿 可是加息加了一年半了 利息已经到了5.25 这个40年未有的新高度 到头来现在破产的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 斯里兰卡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 大家可能没注意 中国是跟这些一带一路国家 是有本币互换协议的 关键就是这一次收割的时候 中国帮了很多人 帮了很多人保证自己的金融安全 中国不仅通过货币互换 还给一些陷入暴雷边缘的国家 对美债的问题 就是你用人币 从我这儿借到人币 你可以去还美元债 那很简单 就是中国可以给你提供融资 你看这阿根廷就典型 同时中国的全产业链 就使得他给全球的去美元化 提供底层支持了 就是说大家不用美元了 也能买到自己想要用的 各种的工业品 人币 你用人币也可以买工业品 对吧 那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害怕的 5.25的高期 对美国实际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虽然美国可以凭自己的金融霸权 搞一些这个操作来什么 来辗转腾挪 但是终究不是解决问题办法 你只能拖延时间 鉴于现在高期环境注定不能持久 所以美国必须在自己达到极限之前 就把问题解决 对吧 这样的话 拜登为什么亲自下场 很罕见 他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公开讲 这个国家有玩 是吧 另一个国家有玩 这不等于什么 等于是公开撕破脸 对中国的金融战成为热战之外 美国最后能动用一张牌 他不能打热战 咱们讲了美军没这个能力 咱们说阿奎利诺现在简直疯了 而美国驻日本大使 那更是我觉得不怀好意 所以非常简单 中国而且他得到一些日本的情报 我觉得这个情报 美国方面 美国方面不会轻易将这些情报 咱们说放给外界 但是这位大使就干了 你可以想想 这是违背华盛顿的原则 日本人肯定是在中国国内 有很多情报 他们搞的情报一手 那很显然这个东西是华盛顿要用的 那怎么能是你驻日大使 随便能发表 金融战怎么打 操作层面有很多手段 但归根结底就是要抽干中国市场流动性 你看这个 就戳破中国金融资产泡沫 中国最大泡沫是房地产 具体来说就是促使资金大幅流出中国 然后制造内部紧缩 同时使外汇储备枯竭 就这意思 这个看上去不容易 中国的总外汇储备是三万亿 就非常充足了 这每个月还有数百亿顺差 即使全球衰退 美国大肆推动产业 外移 现在当下中国顺差还是有增无减 绝对值依然在高位 这个不意味着美国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准备的再多你美国人 看来也认为只是坐吃伤工 对吧 那么因为相较于热战在内 其他领域金融方面才是美国最大优势 咱们也讲过 美国人要赢中国 他唯一方法就在美元 中国几乎只能被动防守了 严重的缺乏直接反击美国手段 就是金融战 咱们中国没有 真不能像解文君那儿冲出去 咱们现在人逼冲不出去 所以美国完全可以放手去打 只要是自己被高息押暴之前 把中国的外汇储备耗到承受极限值 或者把中国市场流动性抽干到承受值 所以你看A股 房地产市场 你看谁跑了 你就知道他们在配合美国 那么接下来中国只有投降爆雷 被收割 所以怎么个打法 差不多就是讲的 借美元加息 然后中国降息大环境 一方面通过产业迁移 金融做空 舆论造势 逼在华资金出逃 这等于挖你的存量 对吧 另一方面就是制造 制造全球 加息制造全球的紧缩 同时加紧封锁制裁 扶植其他工业国 然后替代中国产品 这样的话把变量也给你减少 挤压中国通过外贸获得顺差空间 一个存量 一个变量 都给你减少 那么中国怎么办呢 只能 我觉得中国金融这块 只能忍 咱们说只能忍 这个就你得忍到美国自爆 或者是实在受不了了 对中国妥协 对吧 这个美国人其实他也没什么好办法 咱们看现在现实就是这样 美国也没什么好办法 他现在就在跟中国在这号 现在看中国 无论是习主席中央还是老百姓 其实咱们 咱们是一直在坚守这个阵地的 千万不能倒 很多人已经撤资了 已经跑了 我觉得那些人 你说中国 我觉得这个财富分配 确实应该讲讲政治了 讲讲政治了 以前是不管政治的 但是你看现在必要时刻 真正爱国的 是讲政治的这些有钱人 所以咱们还得给他们鼓掌 有讲政治的这些有钱人 我觉得需要鼓掌 而那些跑了就跑了 但咱们中国得设立一个门槛 就是跑了以后 你别想再回来 对吧 那现在看 熬过这个 熬也是有风险 大家一样明白 美国虽然满身窟窿 但是他有金融霸权 他可以转移矛盾 对吧 他可以把债转给别人 通过各种金融操作 就把危机可以往后拖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中国就必须要尽可能的 夯实自己的这个 内部的金融稳定 就维持经济的稳健运行 维持流动性 与外汇储处备的坚韧 这个是非常难的 因为美元霸权还在 美国疯狂加息 人为制造全球的需求萎缩 再加上不可阻挡切割替代 这个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工业国 全球最大出口国来说 冲击本身就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如果没有办法 那就只能凭着现有的底子 跟美国耗 撑到美国心受不了 那咱们就赢了 如果撑不到 那就只有输 所以咱们天天其实写 跟大家这个谈的经济 其实谈的什么 你美国赶紧报吧 别他妈再磨叽了 咱们中国老百姓也得好好活 怎么办呢 你看这麦特六成普 这个九眼上出来 就是就对美国一个重拳一击 为什么它有这么大作用 首先你看芯片突破了 对吧 未来中国国产半导体柴链 一个是手机 咱们说这个下边这个芯片 这些都是重要的一个出口的 咱们说经济估算过 这个这里边的苹果手机 这个柴链在中国那部分应该是 现在看是交给外国人的 对吧 他把柴链迁移嘛 交给外国人 这么一算 就是基本上光一部手机 可以给中国省 200亿外汇支出 对吧 然后呢 1500亿 这个人币 由外购变成了国内生产 对吧 中国现在是外购的这个芯片 什么 它是2050亿人民币 那现在是这1500亿 就变成国内生产了 就直接汇集柴链了 然后再通过乘数效应 放大4到3倍 足以创造五六千亿GP 对吧 那这个仅仅是一部手机啊 那大家知道 麦德链突破的意义在于 它的半导体产量初步已经是形成了 我可以自己造芯片了 既然这个玩意突破了 那么接下来产能一扩张 是整个工业体系的 中国最擅长的 对吧 把它白猜下 那也说未来两三年 70%芯片都将国产 那你想想中国就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 就美国人一个是存量在抠你 还有什么 还有阻止你出口啊 那我这个很显然 我就外汇储备 就不用用太多了 实际咱们要明白 这就是金融站 我不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 去买你芯片了 这70%很可能是保守估计 因为这个数字 未来 这是来源于中国制造 2025的规划 70% 我们现在看麦德链突破以后 麒麟已经回归 7纳米以上不成问题 7纳米以下制成的 高端芯片需求 在实际应用中是占极少的 千万不要看台积电纯牛逼 2纳米 3纳米 5纳米 那东西需求非常少 所以真实环境中 两年内实现 70%这个数字 只高不低 肯定是高于70%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光芯片 就是我们进口最大项目的芯片 我们现在不需要掏钱了 不需要去拿美元去换了 那么咱们未来的芯片进口 咱们去年的进口 芯片进口是4156亿美元 这一次麦特利用代表的半導体产业突破 有意味着接下来的两年多内 中国的70%保守的 这个进口额会直下下降的 那么这么估算到2025年 咱们的芯片进口金额 打个对折 其实问题不大 就2000多亿 也就是说每年将减少2000亿美元的外汇支出 这2000亿美元对移动财富就留在中国的柴链了 这样扩散到整个中国经济体系 按照现在汇率7.3 这么算 再浮以3到4倍的成熟效应 那就是增加五六万亿人民GP了 是吧 那么这是非常恐怖的 就是美国人现在 现在绝望吗 咱们说绝望 美国要跟中国耗 无非就是指望着耗下去 咱们经济体先崩 所以他为什么跟你搞制裁 这个雷蒙多到中国 他为什么一直美国整个体系要跟你限制 包括他这个外贸也要给你限制 其实原因就在这 他想跟中国耗 让你外汇储备耗劫 枯竭 让你人民币 所以他在整个世界都在宣传什么呢 中国不行了 中国外汇储备不行了 人民贬值了 造这个谣 但是你看现实不是 麦克林出现了 那中国就不需要买你的东西了 中国买你的大头不就是这个芯片吗 是吧 那就意味着咱们跟美国耗的筹码又一笔钱出来了 咱们跟你耗吧 这2000亿怎么玩吧 咱们不说远的 咱们就说2025 2025咱们有可能是半导体突破 而且很有可能半导体突破每年减少2000亿美元的外汇支出的时候 额外增加五六万亿人民币的GP 而这个还没考虑到半导体国产有国产以后中国制造成本整体下降 那么民众收入 因此额外的增加 那么进而推动消费和出口的增加 这都没算过 咱们说这个 问界M7上市 那意味程度可能更加 咱们说这个车呢 搭载的华为高阶的自驾2.0系统 从流出的各种路式的视频来看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技术层面实现了日常可用的智能驾驶 就在网络上 暴雨环境 乡村破路 城市复杂路况 这个系统都能应付 甚至玩极限 让这个智驾高 过这个 这个路墩 然后呢 就两个水泥墩 中间狭小空间 空档就直接以100的速度直接过了 这是很多这个 很多人不敢做的 他就直接过了 就是了他的智能化程度 这个当下的智能驾驶 完全不同 这个已经不是智能辅助驾驶 这是技术层面的真的智能驾驶 就是他自己驾驶 为什么说这种智能驾驶系统 这套系统在不断学习进化 就AI 每天AI模型 跑1000万公里 当然后后边还有各种车主的数据 不断的让他学习 这个不夸张 就是华为高级智驾20出现 就使得智能驾驶 现在看进入下半场了 大家从三电硬件比拼 进入到智能化软件比拼了 那么从宏观经济意义上说 首先加速了传统燃油车的死亡速度 这个新能源汽车归根结底 只是提升人的驾驶体验而已 而这个智能驾驶 无人驾驶 这个是提升 不是提升什么体验了 这理论上就取代了人工驾驶汽车了 这是划时代的生产力革命了 如果只是提升驾驶体验 那么电车完全取代油车是有困难的 至少还需要很长时间 因为电车有成本高 安全 对吧 但是进入下半场 智能驾驶 取代人工驾驶 这是颠覆性技术 就是类似于智能手机 直接碾压 这个华为这套智驾系统 已经达到了突破消费者 心理极限的程度了 就是和它比起来 现在看什么全球所有的 其他的智驾系统都完蛋 就包括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看 它已经算是low了 它跟华为相比还是low了 势必要加速下半场的新能源竞争 而油车 它有自己的原因 它天然不适合智能驾驶 一个是电力供应 还有就是传统的机械精度 智能驾驶定义新的车的标准了 那么成功的 购车人 现在主要依据 现在看就是你有没有智能驾驶 日系欧系这些车企 现在通通过而到了 因为它没有智能驾驶 你听过哪个日本 法国 德国的智能驾驶系统 没有 现在就中美两件 而特斯拉咱们讲已经low了 所以这些做不到的话 美日欧 不仅新能源产量没有 智能化条件没有 咱们说 即使他们愿意砸成本 花时间 可以勉强建成 但是他们就是建成了市场竞争力 也受到它高成本限制 肯定玩不过中国 智能化系统 他们是花钱砸不出来的 注意智能化系统需要为数据 那么咱们说中国 中国每天一千万公里那么亮 为你数据 因为人多 欧美日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理工科人才了 没有足够的软件公司 玩不起了 放映世界只有中美 而美国人在吸红这些 日本的美国 欧洲的这些科学家 很显然从这点看 华为的自驾突破了 无人驾驶了 那特斯拉现在 擦强人意 对吧 现在看呢 它明显是落后于咱们这个 中方的技术 那么从这么一看 想要活下去 首先你得跟中国的彩链绑定 也就是说 不仅新能源彩链绑定 你的智能驾驶这块 也得跟中国绑定了 研发这块 没有中国的工程师 你还搞什么智能驾驶 那在全球汽车产链 加速向中国聚集的时候 你想想 是不是这些资本 就来中国了 都必须到中国疯狂投资 那么可想而知 华为现在是高阶驾驶系统 所有车企 现在看都可以采购的 也就是他们愿不愿意 你交钱就给中国 我就可以把这系统给你 对吧 那随着智能驾驶普及 新能源车取代 油车速度会大大加快 那中国新能源汽车普及 环境最好的国家 这就意味着 中国电车市场 占有率会进步提高 那在能源需求上 对石油进口需求会下降了 那石油就仅次于芯片的 第二大中国的进口项 同时在科技智能 在购车因素中占比提升 这又将进一步挤压 这些传统的汽车 对吧 省下一大笔进口豪车的开支 看有趣 所以在中美拼消耗的关键阶段 华为现在突破 而且华为现在开开这个大会 要新的人工智能整个阶段 人家这个华为现在想的 不是怎么战胜美国了 人家是什么 人家是要提高人类的 整个生活质量的 人家可没有像这个 像美国媒体吹的什么 就是威胁你美国 人家压根就没把你美国当回事了 所以很多美国人 他比较 我觉得比较 比较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所以现在看的华为整个系统 其实就是在节流层面 每年给国家节省数千亿美元支出了 而且在开源层面 创造十万亿以上级别的GP 你说华为重重量 而且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汽车资本 新能源资本进入中国 那就意味着中国在面对美国 能金融战 对吧 咱们金融战外汇储备的厚度 中国经济的维持能力上 都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现在中国倒不是 问题倒不是说怎么样 去跟美国金融战 而是你挣的这么多钱 你怎么投资 你看中国现在选到了叙利亚了 这要中东了 对吧 就是中国未来的投资方向 是在中亚 在这个欧亚大陆纵深 在这场金融战之前 咱们已经在政策层面 做足了准备了 面对美国金融战 咱们有足够的安全 安全点 华为引领的科技材料升级 现在在这个这个结构眼上 给他一个重拳突破 就储备之外 咱们又增加一个重要的筹码 对吧 咱们现在看 信心十足 所以有人 其实没注意 华为突破之后 很多人还在抛 抛中国资产 我觉得那个 是吧 他可能没想到 这个关系 咱们说美国是不可能 一直维持高息的 他怎么接种操作 再怎么拖延爆雷时间 这作用都是有极限的 对吧 就只要他的金融战发挥到极限以后 他自然打不过中国吗 对吧 他不打破中国外汇储备承受极限 不打破中国经济运行承受极限 迎接他的必然是爆雷或者妥协吗 对吧 那显然中国这个 中国这个血非常厚啊 那现在的科技突破 对吧 给中国增加筹码 那中国的金融战 现在看 又可以 又可以跟你美国人 又可以大战 咱们说几十年 是吧 那这个时候 美国人怎么反制中国 天平已经向中国倾斜了 现在看美国这批 拜登也好 其实再给自己留后路 为什么 因为未来需要中国救啊 你弄一帮阿奎利诺 天天跟中国开战 像有种人民解放军死伤的啊 你想想 以后谁能救你呢 你把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现在非常安全 台独天天想什么 美军去揍 揍死个几个解放军 我看这里 你们搞笑吗 美国人现在在保护解放军 还来不及呢 对吧 他得帮着解放军揍你台独 天天这个做梦一样 敢杀中国人吗 你问他 而这个日本的这位啊 这个驻日大使 其实更傻 更傻 他把一些秘密抱着 习近平的秘密 你能瞎报吗 还怎么见面 是吧 就肯定没授权啊 他瞎报 美国已经是失败了 我觉得啊 贸易战 科技战已经失败了 这金融战现在拐点已经出现了 现在看金融战 因为中国科技突破 基本盘又加厚 出现拐点 接下来其实天明已经倒向中国 大势已经逐渐明朗 那金融战的目标 就是将会发生变化 就是美国现在也要开始变了 就是咱们想要关注这个节点 什么呢 美国未来 他也也许啊 两种可能非常凌厉凶狠了 对吧 甚至会变本加厉 但是真实的 真实的逻辑是什么 他是要从压垮中国转向 至少和中国逼中国妥协了 你看啊 挺有意思啊 原来是要跟你 你看川普上来就是脱钩 现在讲了不脱钩了 然后现在看跟你要谈了 据说中国和美国搞了一个 应该是新建了一个经济 经济的一个 一个合作的 这么一个 一个 常态化的一个 结构了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跟你常态化 妥协 要谈了 谈经济了 挺有意思啊 就是说 他现在啊 要逐渐的要向你妥协 给自己留条后路 因为他知道自己金融战 可能要失败 而转变 为什么 转变呢 就是因为华为 咱们说逐渐的转变 为怎么样能尽喜 尽可能小的代价 与中国达成妥协 就是从中国这 能获得帮助 以求止损 然后呢 体面的收场 所以要杀一帮这个反华派 那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如果美国真的先撑不住 然后呢 或者发现金融战 这个打不过中国 换句话说 他认为天平已经倒向中国 这个如果战略判断做出了 11月份 有可能他会做一个战略判断 那么他会在什么时候自爆 对吧 咱们再等待这个机会 什么时候自爆 或者对降息 对吧 或者对中国妥协 对吧 他在等待什么时候呢 对吧 我觉得大概率在明年的二季度 最迟不会超过明年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现在整个的经济运行 实际他在做收尾准备了 就是最后给自己这张脸上 实际还得需要中国资金去救 但这个协议必须 所以他现在疯狂的将这些不听美国话的 反华的势力全部清除掉 非常有趣 清除掉之后 在获得中方信任之后 你的这些打手 这些狗 会咬人的 咱不要 来一些精疤吧 是吧 来一些 咱们是听话的小狗 那可以 那这是我对你信任了 信任了以后 我就可以对你进行这个一些援助了 一些帮助了 换句话说 中美之间未来可能达成一个新的协议 这个协议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协议 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 我觉得未来咱们中国人至少到三五年 这个协议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只有盯着咱们频道 你才能知道中美现在发生什么 感谢观看